第二次第四題,附屠為衣料纖維分類的簡單架構 因此架構將不同的纖維歸類,則下列敘述何則受物? 麻是天然纖維,而也是天然纖維中的植物纖維,所以屬於乙是對的 耐維是化學、石化工業的產品,是一個合成纖維,所以屬於釘是對的 人造式是再生纖維,原料是天然的纖維是在精油人為處理,所以屬於丙是對的 而綿跟麻一樣,都是屬於天然纖維中的植物纖維,所以屬於甲是錯的 所以第二次題問我們說,則下列敘述何則錯誤? 我們答案應該選的是A,綿屬於甲